蕭輝有一個首記 數記者落到武漢 其實有很多話說的 他們調查到 其實在武漢大學的中南醫院 其實早已經通報了國家衛健委 關於很多疑似的病患 但卻被衛健委和武漢市湖北省的衛健委的人 不斷跟他們說 政治覺悟要高一些 你們一定要懂得說話 懂得大體 關鍵的人物就是武漢大學的中南醫院的院長 黃恒環 這個黃院長 沙漠王的黃 這個黃院長基本上就是 1月3日 這個中南醫院已經進入了一個戰事動員的狀態 1月10日 這個院長已經將他自己在03年存下來的沙士日記 影印寄給有關的衛健委的人 希望他們注意 不要隱瞞 但是石沉大海 一直到 1月20日 世衛派人來中國考察 在那天之前 1月19日 就是整班衛健委的人吹風 就是採牌 等到世衛的人來的時候 這班中南醫院的醫生要怎麼回應 叫他們懂得說話 要政治有覺悟 當時這個黃恒環已經拍案而起了 她就說 不行 她說最大的政治就是講真話 因為不是將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話 就覺得這件事不是真正的政治 她說要站在黨的高度來看一個問題 不要站在部門裡去看這個問題 說真的 這句話 我覺得無論是黨還是部門 都是一體的 都是同樣邪惡的 這是她的短辦 她的問題 但是 有一點就肯定 我告訴大家 如果蕭暉這個首記 和黃恒環院長所說的是真的話 我們看得到 為什麼我們看到在《季報》 和你們的《季台》 也都會有一個相當精彩的英文的一個紀錄片 是講關於這個武漢肺炎的 很多裡面有關於一章是講石正麗的 有一章是專門講這個P4實驗室的 這些東西 本身如果將它拼湊起來 你就知道 共產黨只有兩種可能而已 第一 就是人工合成病毒 現在紀錄片裡講得很清楚 有一些很強力的佐證 第二 就算你相信那些都是沒有實質100%的確証 它怎麼都是瞞報 遲報 假報 我們剛剛講的幾個日子 1月3日 1月10日 1月20日 習近平 你在何方 Where are you? How dare you? 你自己只是寫本什麼大國戰役 講自己的習近平戰役兵法 講這些假話 大話 最後 《蕭輝日記》也好 大家可以隨著這個線索 再往上去追尋 而美國 講過了 它已經有一份秘密報告 擺在它的抽屜裡面 櫃桶裡面 只是等待疫情過後 可能就會爆出來 我相信有關的很多講S病毒 甚至講到一些人工合成的可能性 周山蝙蝠的問題 這些事情 往往肯定在那份報告裡面 章節裡面 我相信 如果等到美國的疫情稍微舒緩 經濟慢慢又起色的時候 這個報告就會成為中國的571工程紀饒 就是最後 頒倒習近平政權 和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最後一斤倒燥 於是火箭 США快炭測 呻吟 crying 這些巴黎神幽飛 不死亡